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 叫做山姆·奥特曼 奥特曼是谁呢 他事实上是ChairGPT的幕后推手 也就是OpenAI这间公司 现任的CEO还有创办人 他除了在AI这方面有非常大的突破之外 这个人很有可能在未来十年 深深的影响着人类的走向 奥特曼除了非常懂电脑之外 他也是一个创业家或是投资者 而且他投资的眼光都非常的精准 而且他的能力甚至有可能会超越马斯克 当然这些都需要时间来验证 不过共同点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那讲到奥特曼这个人 他的野心其实非常的大 他的终极目标是打造一个理想国 那在这个理想国里面 每一个居民都是不需要工作就有基本收入的 听起来是非常梦幻 但事实上这个理想国是奥特曼 思考过每一个AI跟人类共处的模式之后 得到的一个结论 就是他是先从有AI再推理到这个理想国的 那在这个理想国里面除了AI这样子的黑科技之外 事实上奥特曼还在慢慢的布局其他的未来科技 那首先我们先讲到奥特曼 他小时候是在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长大的 这样子一个环境 其实是会比美国的东部或西部 还要更加的保守 那奥特曼是身在一个犹太家庭 他8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写程式 还有组Mac电脑 后来进到史丹夫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 那中间他其实就错了学跑去创业了 那跟大家补充一下 比尔盖茨跟贾博士都是大学辍学师创业的 那奥特曼从小就有一个非常强的能力 就是很会说服别人 因为像我们刚才说 美国中西部算是相对保守的一个地区 那这边的基督教学校就是会管的比较多 那奥特曼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同性恋 但是作为一个同性恋者 他就是完全没有在怕 而且他也站出来向所有人出柜 那就是向学校呼吁说 你们要变成一个比较开放的环境 大家才能够做自己才能进步之类的 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勇敢 然后真的会去做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比较重要 那大学中说之后 第一间开的公司叫做LOOP 那这间公司是专门在做社交软体 然后也可以拿来定位什么的 那社交软体在当时算是一个起飞起 那这边就要提到矽谷另外一间 非常有名的新创加速器叫做YC 全名叫做Y Combinator 那这间公司就是专门在挖掘有潜力的新创公司 那LOOP这间公司也顺利的获得了YC的提拔 那最后是以美金4340万元卖掉 那有趣的事情就是 奥特曼把这间公司卖掉之后 把他赚到的钱反过来投资YC 在那时候他就知道他对新科技 还有新产业也都非常的感兴趣 奥特曼他也非常的幸运 就是YC当时的创办人 人称戏谷创业教父的Program 他非常的欣赏奥特曼的这个憧憬 就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 然后有能力的年轻人 所以他就邀请奥特曼到YC当总裁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其实奥特曼他是非常犹豫 要不要去接YC的 因为他自己觉得他想要去创立更多公司 而不是加入一间已经完成的公司 不过后来他还是选择接下来这个YC总裁的位 那后来他也是非常的拼 就是在他领导的期间 这个YC的培植新创的数量 扩大到了上千家 而且最特别的就是他改变了YC的营业方向 就是改成以投资理工类这类的新创居多 那为什么他比较喜欢投资理工类的 而不是像是软体啊或是社交媒体那类的呢 这边我们就要讲到奥特曼的中心思想了 奥特曼他其实早就已经看到 例如说核成病毒啊 AI啊或是核武这类的 有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所以在他心中就有一个使命感 就是要拯救世界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大爱的人吗 或者是他看到了什么事情他就是一定要去做 他不会坐在那边然后容忍这件事情发生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到 就是我觉得能够做到还有真的去做 这是两件事情 那刚好在他身上都有 而且奥特曼自己也说过 他早年创业赚的钱 其实早就可以让他过着财富自由的生活了 大概还是就是停不下来 有点像马斯克那样子 就是想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非常的有理想报复吧 那要避免我们刚才说的核成病毒啊 AI啊或是核武导致人类灭亡的时候 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先把他掌握在手中 所以在当时当大家都把钱丢到社群媒体创业的时候 他则是选择了把钱丢到了核能啊 生物科技啊或是AI的这种公司 那这段时间就是他在YC掌权的这段时间 那这个时候时间来到2015 当时有一个大新闻就是Google收购DeepMind 这间AI实验室 那DeepMind其实他就是开发AlphaGo 可以联姻围棋冠军 那奥特曼跟其他的科技大佬就非常担心说Google 在未来有可能会垄断AI这项技术 这也就代表说Google拥有操控全人类的力量 那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像是奥特曼、马斯克这几位科技大佬呢 这联合在一起成立了OpenAI OpenAI也就是TratchVT的开发公司 那他们会命名为OpenAI这个名字呢 就是因为他们希望AI是一个全民共享的福利 就是任何人都是可以使用的 而不是被企业拿来赚钱 所以当初OpenAI其实也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但事实上OpenAI一开始的经营呢 并不顺利哦 因为其实研究AI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你今天方向错误的话呢 你那些钱就是全部往水里丢 那一开始他们也很像梧桐苍蝇一样呢 尝试很多不一样的技术 例如说机械手臂啊 或是让AI去玩游戏破关之类的 那就是一直都没有突破性的发展 那时间呢就来到了2017年呢 Google发表了一篇叫做Transformer的论文 那这是一篇关于机器学习的理论哦 那这个方法呢可以拿来训练大型语言模型 那更白话一点呢 就是让机器可以学习人类讲话的方式 所以OpenAI才从那一份论文之上呢 开始了他们的AI训练之路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GPT呢 那个T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一篇Google论文 就是Transformer这样子 但是到了这个时间点呢 其实OpenAI已经烧了非常多钱 但是没有任何的成绩哦 OpenAI最大的金主马斯克 他其实已经坐不住了 他觉得这个烧钱的洞实在是太深了 他不想要再继续烧钱了 所以他就跟OpenAI提出说 他希望可以全权的来管理OpenAI这间公司 可是里面的其他人 就是不希望让他来掌权哦 所以后来马斯克就退出了OpenAI 然后也断了他们的金元 那断金元这件事情呢 对OpenAI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完全没有钱了 但是训练AI真的是非常的烧钱 而且你不知道会烧到什么时候 那最后逼不得已呢 在2019年他们成立了 另外一个可盈利组织来募资哦 那这个可盈利组织呢他非常的有趣 就是他有一个获利天花板 就是任何投资这个组织的人呢 这个投资人最高的获利就只能100倍 那超过100倍呢 剩下的利润就会归OpenAI所有 但是100倍我觉得就是 有色跟没色一样不是吗 那从这边开始呢 后来故事应该很多人都已经听过了 就是微软呢看到了商机 立刻过来撒下了10亿美金哦 而且他们还帮OpenAI建造了一台超级电脑 而且这件事情呢 其实算一算也不过才4年前 就是在这4年当中呢 Trash GPD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练成的 那事实上呢除了OpenAI之外呢 奥特曼还是非常关注未来科技的 他说他目前投资最大把 就是核融合发电技术 他说他把自己的身家全部都堵进去了 那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核融合是什么东西哦 这个技术呢跟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发电厂所使用的核分裂技术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核电厂现在在用的核分裂呢 它是把重元素 例如说硫啊或是布的原子核分开 那核融合刚好完全相反 就是我们要把两个氢元素的原子核 结合在一起哦 就是硬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这样子 大家应该都看过钢铁人吧 就是钢铁人的中间 不是一个发光的一个炉吗 那个炉就是他的心脏对不对 那个炉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核融合 然后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看到的太阳呢 其实一直都在运作这个核融合反应哦 所以也有人说核融合技术 其实就是在打造人工太阳 那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开发核融合这项技术呢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能源非常的干净 就是核融合呢 它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放射性的核废料 然后它也不会有碳排放 然后建造的风险呢 也比核分裂低非常的多 但是目前核融合技术的开发呢 有两个非常大的困难点 第一个呢就是核融合反应没有办法持续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目前创造的核融合反应呢 没有办法输出大于输入 就是我们在做核融合反应的时候呢 一定要是出来的能量大于我们投入的能量才能够发电嘛 那这两个问题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在地球上核融合需要超级高的温度 那目前我们主要的方法呢就是制造雷射来加热哦 它那个反应炉呢其实里面就是一锅的电浆 然后我们要用雷射来把它加温到像是1亿度啊或是2亿度这样子 那光是制造那个加热的雷射呢就要耗掉非常多的能源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都还没有一个技术是能够真正的输出大于输入 那比如说在去年呢有一个新闻是美国首次宣布 他们的核融合实验输出能量大于输入 但是那个新闻呢其实它只算了一半 就是他们并没有把制造雷射能量也一起算进去 总而言之就是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啦 但是我们讲回到主角奥特曼呢 它投资的这个核融合公司叫做Helion Energy 在上个月的5月10号呢才跟微软达成了购电协议 这个协议呢非常的特别 就是他们签了一个合约呢就是这个Helion Energy 一定要在5年内呢提供微软可以用的电 而且一定要是核融合技术产生的电力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合约 就是你如果你只是去看这间公司的话呢 其实它是没有任何成绩的 就是离商用发电还非常非常远 但是事实上呢这个Helion Energy不是奥特曼乱选的喔 它是从当初YC有投资的这些核融合公司里面呢 挑中的这一间公司 因为它可能看过一轮之后呢 它觉得Helion Energy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一间公司 但是目前我们也是只能拭目以待吧 而且其实蛮快的就是5年之内 而且大家想想如果是真的成功的话那会不得了欸 因为那个核融合的反应它其实就等于是从 有点类似从空气里面抓出电 当然不是真的空气啊只是说就是它发电的那个原理 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就是它非常有可能会取代掉我们现在主要的发电方式 也就是说火力发电啊 或其他发电方式都会制造非常多的碳 但是如果核融合真的成功的话呢 就是会有取之不尽的能源这样子 对于环境的冲击也会减少非常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奥特曼乱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 而且他很可爱的是他会写部落格 就是他有一个部落格 但是他好像到去年就停根了 例如说有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他在川普当选的时候呢 他非常的懊恼 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会投川普 所以他就亲自去做了一个普查 就是他去访问所有的川普支持者 他就去问他们说 呃为什么你会支持川普啊 还有怎样的行为可以阻止你去投川普 就是他是真心想要了解那些人他们的意见的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质 就是他是真的亲力亲为 就是他非常擅长去实践自己的理想 那我们也看到他在OpenAI的成绩啊 或者他未来投资这个核能啊 或生物科技等等这方面的这些技术 我们也非常期待说他未来 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改变或者是影响 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你会觉得地球好像还有酒 你知道吗 就是觉得好像还有一丝希望这样子 因为他其实本人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所以呢我们就是持续的关注 他未来的进展咯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影片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还喜欢 另外如果大家还有想要看怎样的内容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除了Youtube影片之外呢 最新资讯还有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内容 我都会放在Instagram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追踪咯 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